2020年新年一时 陶会长与全球各国法人代表 共进集聚有意义的新年早餐 全球新年早餐会 介绍大家很高兴 越南分公司 泰国皇太子 嫁到了呢 风心腌汤两则折二 有吃完这所有的东西吗 一般我们去到外边用餐的时候呢 量都很多的 是英国的三倍哦 是非常简单的 看起来很好吃 大家好 这是好帅呀 今年的成语是两则折二 此前爱多美所举办的所有的现场研讨会 都是线下的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后呢 我们的所有的都转变为线上的模式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PubFun系统在简短的一个内容当中呢 要含有很多容缩意义的这个内容 而且呢要有意思 大家看了想再看 并想与很多人一起分享 那么现在是不是我要发压岁钱的时间了呢 因为在隔壁在我旁边给现金 太羡慕你了 这是所有人的压岁钱 我都会给大家发红包 过去一年大家都很辛苦了 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心情美好 在公司也幸福 是两则折二 大家新年快乐 我总不化妆了 这到疫情之后 我头一次接受这个化妆 我觉得大家都是很了不起 是俄语的新年快乐 这全都是爱多美的食品 大家好 在中国呢 我们一般吃这样的早餐 这叫做油条 是油炸的食品 这是中国人早餐常喝的豆浆 这是豆腐乳 这是咸鸭蛋 早餐我们经常吃这些 可以送外卖吗 大家好 我给大家准备的这道菜呢 是家人一起不断地去捞盘住的蔬菜 这就是新年的传统 在日本呢 每次到新年就是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吃这样的正餐套餐 我特地准备了日本人产生的这样的正餐 这衣服呢 布料是澳洲原家民 他们用的这个布料 这个头发也是卷发 一般很多人都是卷饭 我准备的是羊排 帕斯玛尼亚的三文鱼非常有名 所以我准备了三文鱼排 印尼的是什么 就黄色的这个叫做 拉西古雷 拉西叫做饭 古雷是草 是黄色的这个颜色 象征着黄金财富 就是办婚礼啊 宴会的时候经常吃 在过去一年 在俄罗斯呢 因为是刚开始的嘛 很多人不太了解爱多美 为此我们举办很多活动 来介绍爱多美 比如说我们做了什么脱口秀形式的活动 也做了这个沙画 还有时装秀形式的产品广告 以及开放会员参与的爱多美新人秀 这是会员直接参加的这个选秀节目 受到会员的激烈的反应 那在台湾呢 就做了149篇内容 也其中也有产品广告 也有领袖的演讲 有过很多失误 但是呢 我们的经营概念呢 就是能够给在家里办公的人 带来安慰 给大家带来内容 可以跟自己的伙伴一起聊天 马来西亚各民族 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活 那么我们在这里 可以共同享受 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生活 2020年我们会自行打造 一家虚拟工作室 那么眼下 几乎所有活动 都是以韩国为中心而展开的 希望今后能将此核心中心 转移到全球舞台上 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呢 还是去尝试 要敢于尝试 进行尝试之后呢 有一些不足之处的话呢 我们可以完善这个不足的地方 我们需要这种精神 这种态度 阿多美的例子和绿茶 新冠疫情的到来 让人们食料未及 至此艰难时局 阿多美集团上下 应该将目光投向 那些经济上有问题的国家 我希望各国法人公司 能够积极建立计划 帮助这些贫困人群 世界各国都承受困难 而菲律宾发生了很多灾害 一月份呢 发生火山爆发 因此 这些好多灾民 一如阿多美的私讯 最爱灵魂 阿多美反而 从 负起责任 这样的话呢 会员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做 我们将竭尽全力 一大走向成功 会帮助大家 谢谢各位 中国是世界上 沙漠化最严重的一个国家 我们援助 我们帮助 内蒙古的 俄尔多斯 刚开始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是呢 我们会建立一个长期的计划 持续帮助 内蒙古沙漠化的 防止 希望 投入 更多的资金 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的这个业绩很好 赚到很好 是不是啊 那么花钱的时候也要 最起码要把百分之十捐出去 应该加大十倍 进行援助 是不是太小气了呀 且的目标当然是赚钱 但是呢 在这样的艰难的时期 要做出贡献 否则的话就不是爱多美的风格 那么属于爱多美的这种精神呢 我们可以说最后可以说我们的利益全都用完了 这应该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爱多美柬埔寨来说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我们加拿大会实现这个两个子二的目标 新西兰分公司马上就要开业了 今后我们将更为努力 成为爱多美美丽大家庭的一份子 请多多关注我们的土耳其 祝所有人新年幸福 谢谢 我们的工作的核心应该在于服务与广大会员 希望在新的一年预发重视这一点 阿多美企业最为重视的 就是真爱会员的灵魂 因此呢 希望诸位在新的一年内 同样在接再厉 再与创佳季 大家辛苦了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